马英俊 马帅气 未确认生物也被称为UMA 在大部分人的印象里 它们都是会袭击人类的恐怖怪物 但今天要讲的这种未确认生物 不仅不恐怖 甚至还有点小妨碍 2011年美国的加州警局接到报案 在商店的监控中 无意间拍摄到了一只奇怪生物 在夜间行动的画面 起初警方还挺紧张 这难不成又出现了什么 在夜间袭击人类的怪物吗 可录像这一放 把大伙全给逗乐了 因为这录像中奇怪的生物 模样实在太过膝盖 这脑袋下面就全是腿 看起来就跟把秋裤穿在了肩膀上似的 别说是袭击人类 这不给人欺负就算好事了 事发以后 这录像便很快传到了网上 而这种生物被命名为了 弗雷斯诺夜行者 但马英俊觉得 其实叫它秋裤人也挺符合这形象的 这秋 夜行者根据目测约4英尺 没有上半身 走起路来跟我们人类差不多 实际上穿的不知道是白袍 还是就两根裤腿 就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们应该也称得上是 女孩子们喜欢的那种长腿欧巴了 这种身材 各位男徒学们是不是都十分羡慕呢 时隔不久 这种生活又再度出现 这一次是在加州的优胜美帝国家公园里 一堆老夫妻门口的监控再度拍摄到了夜行者 这次拍摄到的夜行者一大一小 像是父子饭后散步那样缓慢地在森林里移动 这连续出现了两次夜行者 美国一个知名的求证节目 便引起了动视 他们认为这很有可能 就是一部用来划纵取宠的假影片 都会在进行多项分析以后 虽然在影片上找不出破绽 这代表这影片没有人编造过 是真实拍摄到的 而且这一次还出现了两部 这就更难说是伪造出来的东西了 其实夜行者不光有拍摄到的录像 早在1963年的时候 就出现了最早被目击到的夜行者 当时一个农夫正在和自家保姆 一起在农场里晒太阳 看到稻田里的稻子被风吹来吹去 又在一瞬间 这些道子突然停了下 接着一群夜行者 便从两个人的面前经过 数量多达十个以上 而其他的目击现场 大多也都出现在农场 或者森林的边缘 如果这些木系报道都是真实的 那我们可以得知 这些夜行者 很可能有着一个庞大的族群 而且是生活在森林里 人际罕至的地方 那这夜行者到底是什么生物呢 有人猜测 他们很有可能是外星人 但马亦竟觉得 如果外星人就长得这么苛诚 那我们人类也就不用担心被入侵了 马亦竟一提子就能揣发脸 除此之外 还有种当地的说法 夜行者是传说中森林里的精灵们 它们是树木生命力的体现 平时只会待在森林的深处 和动物们相处 如果你能看到它们 就代表着你拥有和动物们一样 善良纯粹的内心 那按照这个说法 马亦竟这样单纯漂亮的孩子 肯定也能看到这样神奇的生物吧 说明要不要问它们借条秋裤呢 视频的最后 我们想跟大伙先说声抱歉 因为最近肺炎的原因 而我们刚好就在湖北 所以更新视频的进度 也是受了点影响 不过我们坚强的马头人 是不会居服的 我们依旧会在这段时间 陪着大家一起渡过这难关 所以我们遇到什么困难 也不要怕 微笑着面对它 加油 点个关注吧 巴巴巴巴